走了 走了 我们去画画包哦 爸爸 我肚子疼 什么 肚子疼 哪儿 这儿疼 这儿吗 这儿疼 那是脏痛 还是那种真炸的痛 不知道 就是肚子疼 昨天晚上 西瓜可能吃坏了 来 宝宝 先把腊臭臭 来 来 来 先坐会儿 先坐会儿 肚子怎么就疼了呢 还不过去上课呀 她说她肚子疼 你肚子疼吗 宝贝 妈妈 我肚子好疼呀 真的呀 不热呀 要不咱们上医院看看吧 好不好 我不要打针 好好好 你这样 你应该拿个毯子 让它躺会儿 如果她下午还疼 我们就去医院 嗯 好吧 好 来 我们躺会儿 躺会儿 嗯 老 老肚子疼的 爸爸 我想看看电视 好啊 来 看电视 不是不舒服吗 怎么还看电视啊 转移注意力 转移注意力 爸爸给你倒点热水去啊 只能看一小火哦 好 你真的肚子疼吗 这事还没用假呀 你这话说的 像个当时的 我妈妈说的话吗 那你看让她吧 我们去买菜 嗯 喂 王老师 朵拉妈妈 啊 朵拉今天什么情况呀 不好意思啊 朵拉今天病了 那你们倒是给我来个电话呀 不好意思 王老师 我这些忙就给忘了 您放心 今天的钱 咱们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不是这个事儿 今天呀 是三校联合美术友谊赛 前半小朋友都参加了 说你们朵拉没来 我就是想告诉你一声 回头别的小朋友都有奖品 朵拉没有 我怕她到时候心里不舒服 哦 好 我知道了 王老师 啊 王老师 谢谢您啊 可能看一下画文吗 好 李嘉宜 妈妈 你跟谁学的撒谎骗人 你是肚子疼吗 你是不想去参加画画比赛 怎么了 什么画画比赛 妈妈不想画画 我画得不好 小朋友们会笑我的 那你就可以撒谎骗我们吗 妈妈 我错了 你是真的没变呀 今天 爸爸 我错了 你别骂我 你吓死我了 宝贝 没有身边就行 李轩龙 你到底有没有底线呀 你女人撒谎你还挺美是吧 她今天为什么撒谎骗人呀 她不喜欢画画 是你非逼着她给她的压力呀 她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她没有必要骗我呀 她跟你说过啊 直接的 间接的 您听了吗 她才多大 她才五岁啊 这么小就撒谎 长大了还了得 那你是不是今天应该反思反思自己 她为什么会这样 我已经反思过了 都是因为你 骄纵 惯着 你反思 这是每天反复思考别人的问题是吗 我告诉你李轩龙 就你这样袒护朵拉 朵拉将来就毁在你手里 宋思年 先毁在你手里 你们别吵了 我去上美术班还不行吗 要是真不爱上的话就别上了 不是 你啊 今天你别怪我态度不好 孩子不想上 我 我就会欣赏咱家自己不愿 走啊 好了好了好了 爸爸 别哭了啊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别哭了啊 你跟妈妈说 是不是特别不喜欢美术班 不是 那好 如果你不喜欢的话 咱们就不上了好吗 谢谢妈妈 特朗 妈妈跟你说 你不能撒谎 你不能撒谎 以后不管什么事 只要老老实实地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都能原谅你 你要是撒谎了 我们就不喜欢你了 听明白了吗 爸爸 我也 我再也不撒谎了 不哭了 可是 多辣啊 妈妈跟你说 美术班咱们可以铺上 但是其他的课外课 我们一定要坚持 把它上完 好吗 好吗 好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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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林老师来电话 朵拉在幼儿园把希希打了 什么 林老师叫我们马上去一趟呢 好好 我马上就到啊 李佳妍 你说吧 为什么要打同学 谁叫他招着我的 你还说 林老师 这是咋回事呢 我也不知道啊 本来 希希和朵拉玩得最要好了 但是最近吧 朵拉她不爱说话 下了课也不愿意和同学一起玩 今天 希希非要跟她一起玩 朵拉不乐意 她就去拽她 朵拉回身就把她给推倒了 希希 希希 不好意思啊 朵拉不是故意的 她也没摔伤啊 朵拉不是故意的 她也没摔伤啊 没事没事没事 小朋友啊 这打打闹闹的 不是正常吗 朵拉 你跟希希道歉 我不要 你板上都催倒了 你为什么不道歉啊 我不喜欢别人调破我 你老吼我 你为什么不跟我道歉 你说什么 你不能这么跟妈妈说话的 没礼貌的 希希是你同学不 是你好朋友不 你把人推倒了 人都哭了 你能不赔礼道歉吗 你不赔礼道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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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还是不是同学了 不能这样的小孩 赶紧跟人说对不起 赶紧跟人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 希希 对不起 没关系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 没事没事 他们都是好朋友 对对对 以后不能这样 听起来 那我们先走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没事 希希乖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再见啊 林老师 我们家朵拉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我还想问你呢 上次我就跟你说她情绪不高 你回去调查了没有啊 我调查了呀 我们家就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招惹她呀 那不可能啊 小孩子不会 无缘无故地闹情绪的 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让她不舒服了 她又不会表达 会不会是她妈妈 抱了她不喜欢的 辅导班造成的 怎么可能呢 那 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找 儿童心理专家问问 不 赌礼妈妈 赌礼爸爸 那我有事 我就先走了啊 谢谢你啊 林老师 来 这是有点问题啊 上车 我要上爸爸车 上谁的车不一样 快 爸爸 上车 我就要上爸爸车 我还要回奶奶家 莫拉 爸爸今天有点事 能不能坐妈妈车 去奶奶家好不好 我要爸爸 开车后回奶奶家 李嘉宜 爸爸要去工作 你跟妈妈一起回去 妈妈送你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李嘉宜 你不要任性好吗 算了吧 我送她吧 反正也没绕什么路 来 这不是绕不绕路的问题 是你女儿现在太任性了 她现在的任性 不就是被你逼的吗 我逼她什么了 你把话说清楚 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不想跟你在一起 都是因为你给她压力太大了吧 李俊宏 我怎么给她压力了 你把话说清楚 我不就是给她 报了点课外班吗 她妈哪个小朋友不上课外班 怎么就她特殊呢 你把话说清楚 你说清楚 我去问问她 行了吧 你真的知道朵拉她喜欢什么吗 你知道她上课爱听什么吗 你只是逼她上课和学习 而不是陪她上课和学习 你要学会引导她 让朵拉知道 我学这些东西呢很好玩 或者呢 你开发她 看她喜欢什么加以培养 陪伴是用心的 教育不能走行事 是啊 我没觉得我走行事啊 我真的是在引导她 让她有兴趣 可是我觉得她就是不喜欢 思念啊 图图说这个呢 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你看你每天上班 只有周末才陪孩子 这个孩子每天都在变化的 这个我可是很有发言权的 我们可以呢 把孩子 以朋友的方式来相处 你不能觉得朵拉小 你就不尊重她的想法 你不能认为啊 我是你的父母 我赋予了你生命 你就必须服从我的安排 那假如现在你妈妈回来 安排你的生活 你会听吗 我是大人啊 朵拉每一天都在长大 人生就是这样 夫妻两人吵架的时候呀 谁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错 但是冷静过后呢 问题由第三方嘴说出来 反而能更好地直视自己的问题 思宁 你记得吗 你以前常常跟我抱怨 说你妈妈如何如何强势 如何如何不尊重你自己的意愿 你考到北京 不就是为了脱离她对你的拐束吗 可是如今 你好像变成了你妈妈的样子 你最不喜欢的样子了 你应该也不希望 以后朵拉长大 在背后也这样说你吧 你好 那位 你好 俊龙 我是屠岳 屠岳啊 你说孩子吧 周一到周五上课 就剩下周六周一日 周六早上孩子跳舞下午英文 礼拜天上午画画下午弹琴 那大人上一周的班也挺累 想睡个懒觉 那何况是个孩子呢 是不是 是是是 你心疼孩子无可厚非 但是你想想 咱们的童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思宁只是不想躲拉落后于其他的孩子 难道你觉得她会害孩子 我倒没那么说 那教育孩子嘛 英才十九 我们家朵拉吧 她身心厚动 你非得让她去画画啊 弹琴啊 她不是这块料 思宁有时候啊 脾气是有一点霸道 我说过她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还不是你宠的 思宁在我们面前可没少说你好话 那可是句句夸赞 都快把你形容得完美无缺了 可是会撒糖厚我们这群单身女性女的 思宁的脾气吧 是属于你当时跟她硬顶 她指定听不进去 朵拉的事呢 你有想法慢慢地沟通 我觉得吧 思宁她能理解的 不得了 今天麻烦你了啊 谢谢你 不麻烦 我们是好姐妹 应该的 回头啊 你介绍好亮亮 咱一起吃饭吧 好啊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是你啊 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呀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不要为这些小事生气 不值得 好好好 那我马上过来 静龙啊 这儿不好打车 能搭个顺风车吗 你去哪儿 王朝会所 你把静龙发给 好 走